雷蒙多访华之后 美军在中国周边的挑衅突然加剧了 这其实符合咱们之前的逻辑 就是他其实不愿跟中国开战 但是他需要跟中国挑衅 那么他又担心挑衅会引发中美之间直接冲突 所以他就不断的要让美军和中方要联系 也就是说保持一个最后的底线 不开战 但是在开战和挑衅之间就不断的试探 先看又加强试探 就是每一次美国的官员访华之后 他就会加强对中国的试探 美韩黄海要举行大规模两栖登陆演习 还有美军的侦察机逼近中国山东半岛 这都是在威胁中国 6号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发布的消息说 当天上午美空军一架 WC-135侦察机从加首纳空军基地起飞 在东海和黄海海域折返 不断的折返 其实就是侦察 这个飞机先是沿着浙江江苏周边的外海海域北上 在9点30分左右抵近山东半岛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说 此时每侦察机距离连云港领海基点只有21海力 在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进行长时间高强度侦察 是明目张胆挑衅行进 确实咱们看这个图也非常明显 不断的折 其实就在侦察 山东半岛周边说徘徊了半圈以后 这架美军侦察机其实就青岛港外海 侦察机沿原路南下 然后于12点半左右飞抵我国台湾岛北部 紧接着返回加尔纳基地 这一圈其实就是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之一 长三角之一带 也包括中国北海舰队主要活动区 这次抵近我国周边海域挑衅的美军侦察机 不是过去常见的RC-135或者P-8A反简巡逻机 这次是美国空军序列里边非常稀少的一个品种 WC-135 不是那个厕所 就是WC-135 它叫什么呢 核侦察机 代号叫不死鸟或凤凰 目前美空军只有两架WC-135侦察机 其中一架是长期部署在日本 这就非常明显了 它是奔着核武器来的 所以证明这个区域有它的目标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中国的核间顶 或者应该是核武器的活动 咱不能只说核间顶 核武器的活动 对吧 另一个绰号核侦察机 你可以看到 看出这主要用途就是公开资料 就是波音公司被美国空军改的这款侦察机 配两套U1-B采样器组件 定向伽马传感器系统 辐射监测分析设备 是用于搜集大气中的放射性颗粒的 就是进行全面的辐射检查 也就是说WC-135侦察机 是美国空军专门用来监视 收集他国核实验情报数据的特种军机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之后 美空军就曾经将一架WC-135侦察机 部署到欧洲 以分析大气中的放性尘埃 2011年的福岛 核电站泄漏 还有核污水排放大海之后 部署在日本的WC-135 多次在日本上空盘旋 检测周边大气中的辐射数据 他来这很明显 就像在中国东南沿海 其实应该不止水下 这个应该是什么 是中国的核武器在陆地上的部署 机动式部署 值得注意是当年日本官员和东电公司 还没有承认过福岛核电站发生泄露 以前美核管理局核管理委员会 就抢先一步宣布福岛核电站周边发现了极高水平辐射 那这个就是就将日本试图隐瞒核事故行径 暴露给国际国际社会 这谁干呢 就是他 美国人率先发现日本有核泄漏 在被美国打脸之后 冬天最后才承认 核燃料池 冷却池 冷却水 缺冷却水了 那么美军的核侦察机抵近中国周边侦察 是非常罕见的 以前中国的核武器是在哪呢 是在新疆那一带 宁夏 还不到新疆 宁夏那一带 就中国的腹地 此前在17年也发生过美军的一架WC-135侦察机 擅闯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遭解放军两架苏30拦截 当时解放军的战机距离每侦察机不到150英尺 其中一架苏太领直接在美军飞机上方倒飞 当然这次也不排除解放军也跟踪了 跟踪 五甲大楼控诉解放军对美军拦截行为不安全 不专业 广布当时的发言人吴谦表示 中美军机近距离接触根源在美军机频繁抵近中国周边侦察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此类监听活动 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可是到现在呢 咱们说中国没有发生过任何核事故啊 那你这个飞机到这来有什么核武器呢 有什么核事故没有啊 这那么有理由相信美核侦察机 飞抵中国沿海 侦察目的就是为收集解放军的核设施的情况 对吧 核军事部署设施的情况 那咱们在这个区域应该有中国的核武器部署 5号啊 我国海事局宣布解放军将在东海海域执行军事任务啊 解放军这次演练美军看来啊 是必须要来的 因为这个很显然他认为这个区域会有中国的这个核武器啊 在这个区域进行演习 驻亚太美军可能真的是非常害怕啊 我都他不会派这么一个非常稀有的军机啊 但是很多人认为呢 美军机飞抵中国沿海啊 挑衅对吧 中国非常气愿 一定会非常气愿 但是咱们要说啊 美军机每次抵径侦察一定会遭解放军拦截了 这次也应该是不例外啊 就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有五角大楼 其实都非常明白 这个解放军是一定会派军机去拦截的 其实解放军拦截美军军机是个视频的照片都能查到啊 这是个在东海啊 其实解放军的行为啊 美军是一定会预料到 咱们也比较担心啊 这一定是解放军啊 进行过这个处理的 美军机在中国沿海地区是占不到任何天安 他不会是肆无忌惮的 所以你看他这个飞行路线是折啊 就轰走然后又回来 轰走又回来 你看这个折线非常明显啊 中国抵近啊 然后把它轰走 轰走以后它就折回来 就这一次 所以说咱们啊 其实没有必要太担心 咱们这个东南沿海啊 解放军的核装备啊 设备的安全 他现在只是在找啊 只是在找啊 证明中国的这个机动式核导弹的发射装备啊 应该是运抵了这个相关的序 他应该不是在东南沿海啊 而是就在这个附近的几个省 比如说中部的几个省啊 比如说河南 对吧 河南是可以放的啊 那他在沿海搜集 其实就是在征搜中国内陆的啊 河南这个方向啊 有一些这个啊 核武器的这个相关的啊 核放射性颗粒啊 散出来 他是可以征搜到 啊 就大概其 你要放在这个浙江啊 江苏啊 对吧 再放着这个山东 哦 哦 哦 感谢观看